那我就输入这个产品两个字 这地方 这个产品两个字输入上去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我就按一个 产品 按确定就可以 多一个 有时候要 一手 这个输入 比较慢一些些 OK 再来的话我这个地方可以怎么做 一样插入函数 那差别的话就是说 Tableray部分 你又可以把它delete掉 假设说 这个地方我要重新再来的话 那你可以打上产品两个字之外 交规一个诀窍 你直接按F3 F3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名称都叫出来 所以你这个 工作表里面有很多个名称的话 你按F3 用选的 一定不会错 所以很简单 通常 这样你就很快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完 而且比较不会错 因为你名称都定义好了 但是你还是要做一些些记录 否则你将来 哪一个是什么 哪一个是什么 会搞不清楚 那通常我们的做法会是这样做 你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产品 按确定 那其实产品就等于是那个Tableray 特别是你在定义名称的时候 不要把栏位也给定义进来 不要把栏位的名称也定义进来 就是只要栏位里面的这些 资料就可以 可以 这些ray的部分 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 一样可以有 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这也是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后面也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删除 按一个F3 那就可以直接 一个产品 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结果也会是 一样的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这个地方的 定义名称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用法 其实也非常普遍 用途也非常广泛 其实也非常好用 都会用 有工程度 在没有工程中 对 最后 几次 有工程中 有工程中 得可以 没有工程中